-X光耶 六四應該也X光對不對 -X光 我本來去到那邊繞 哦 甚至他們之前繞過 他們在那邊搞過 -太被跑了 哦 所以你覺得中共做的是對的 -有耶 中共做的是對的 很棒 -X光是對的 對吧 你那個時候怎麼沒有跟國民黨一起翻X光啊 -我幫你翻微博啊 那麼支持習近平 -我幫你翻微博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是2024年6月9號 也是反送中大遊行的五周年紀念日 -現在來到台北的自由廣場 -今天也是有舉辦一項停港大遊行的活動 -那2019年的我挺香港 -五年後的我還是挺香港 -但是有些人已經變了 -一路從這邊走到西門町 -這集流量可能不太好 -但是堅持自己的核心價值 -該傳遞的訊息 該拍攝的訊息 -該記錄下傳送給後代的記憶 -我們還是要堅持做 -五年前的今天 香港發生了反送中大遊行 -2024年的6月9號 也是第五周年紀念日 -前幾天 更是六四第三十五周年 -同樣的 六四在香港也看不見了 -中共不僅沒有反省三十五年前犯過的錯 -如今也一直努力的 -要把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事情給母去掉 -立了更多荒謬的 像是國安法 -23條法 去赫止民主自由的聲音 -使得港人要跑到歐美日韓 台灣等國 -把這個記憶傳承下去 -想想今天 如果台灣人需要跑到美國 -跑去日本悼念的阿阿巴 -表達對自家政府的不滿 -是件令人多哀傷的事情阿 -五年前 香港人民勇敢地站出來 -反對不共的法律 -捍衛他們的自由與權利 -當年不僅超過三分之一的港人站出來 -當年24歲的我 -也站出來聲援的香港 -也參加了很多線下活動 -雖然我不是香港人 -但是那幾個月都在持續地關注香港 -看得非常的心痛 -19年11月份 -我在捷克的布拉格車站 -彈奏了願榮光歸香港 -盡我一份小小的力量 -讓香港的聲音可以傳到歐洲去 -五年過去了我們始終沒有變過 -一樣正用行動反共 -保衛人權的路上走著 -但有些人變了 -今天我們要重申對香港的支持 -尽管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熱度 -可能已經達不如前了 -但我們不能忘記香港人民 -正在面對困難與挑戰 -他們的抗爭仍在持續進行中 -他們的自由仍受到威脅 -我們必須用行動跟聲音去捍衛他們 -支持他們 -讓他們知道香港人並不孤單 -中國共產黨對自由和人權的迫害 -不僅僅限於香港而已 -中共對台灣的危害 -對於歐美的滲透 -對於民主社會的破壞 -我們必須實時警惕 -並且積極應對 -不能讓壓迫 -不能讓中共的陰影 -籠罩在我們的未來 -我們看到了自由的珍貴 -也看到了團結的力量 -我從韓國過來 -那為什麼會想從韓國跑來台灣 -參加這種停港運動 -因為在華語世界 -只有在台灣才可以做這樣的活動 -這樣的一個民主抗爭的前線 -我們要全力去支持香港人 -我們不能讓今天的香港變得更加惡劣 -那很多人就說 -香港人那是香港人的事啊 -你們有種就回去香港遊行啊 -為什麼要辦在台灣 -要辦在加拿大 -辦在美國呢 -像是你們這樣辦這個遊行啊 -是挑釁中國哦 -你有什麼想法 -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-我非常能理解 -為什麼香港的活動 -不能在香港辦 -就像在中國 -如果辦這樣的活動 -自己會失去自由 -自己的家人朋友 -都會被限制、被管制 -在香港也是這樣 -所以說在香港舉辦這樣的活動 -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一個情況下 -在台灣以及在世界各地 -我們進行這樣的活動 -是非常迫切、非常需要的事情 -像我也聽過有一些人啊 -比如說剛剛來鬧事的一個阿公啊 -他就說 -你們在這邊抗議遊行啊 -中共也改變不了啊 -那你們出來浪費力氣幹什麼呢 -我們現在改變不了 -並不代表我們未來改變不了 -就我們要先從我們自己能做的事情 -先做到了 -然後進行去影響更多的人 -尋找更加實際的解決方案 -在這樣的解決方案之下 -我們需要花時間去解決問題 -在合適的解決方案、合適的時間裡面 -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目標 -感謝大家 -謝謝 -這位李孟居 -曾經就是因為喊了支持香港 -而在反送中期間 -被中共入獄了三到四年 -我叫李文浩 -這是香港的最後一代民選議員 -在香港當選議員之後 -到2021年 -香港政府出了一個新的法律 -然後法律就是 -之前當選的議員 -要算是下午中香港政府 -跟下午中中國 -哪個時空給我的選擇就是 -我當然不會算是 -算是我就下午中了共產黨了 -還有就是這個事情 -在選舉的時候 -從來沒有人提起過 -選舉之後 -為什麼中國會提起了 -就是因為2019年香港的選舉 -我們壓倒性的 -也贏了80多趴的 -這個趴中國政府覺得不能接受 -所以就創造了一個新的規矩 -過來要我們 -這是當選民主派的議員 -去算是 -不算是會有什麼後果了 -像我一樣 -就是給他取消資格 -還有就是在2023年底 -他正式發佈了通緝令 -通緝我 -跟中共溝通的過程當中 -你不用相信他任何的東西 -所有他說的東西都是虛的 -基本上如果他說了一個規矩 -我們跟著他的規矩去做 -如果有一天哪個規矩 -對他不利的時候 -他會馬上的退翻 -我們香港都是很好的見證 -網路上有些人說 -香港其實蠻自由的 -中國也很自由 -就是去那邊旅遊 -美食都很好吃 -就是不要去碰一些敏感話題 -你就不會有事 -我覺得這個傳遞的觀念 -有一點危險 -我不知道你是什麼看法 -這個不但是危險 -這個是荒謬的理論來的 -只要你在一個地方生活 -你總會遇上問題 -你遇上問題 -你提出問題 -那就是政治 -如果我在中國生活 -我不碰政治 -但是我吃到毒奶粉 -那該怎麼辦 -我提出來就是政治 -我在中國好好的生活 -然後有人開車把我撞倒 -撞倒我的是官員 -人的兒子 -然後我提出來也是政治問題 -這個說法本身就有邏輯問題 -那你覺得香港在送中條例之後 -國安法23條法之後 -你覺得它的下一步會怎麼走 -因為其實越來越多香港 -港資還有外商也是從香港離開 -然後讓新加坡已經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了 -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-他這樣玩 -會把香港 -從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拉下來 -其實現在的香港已經跟五年前的香港不一樣了 -今天的香港跟五年前的香港沒法比 -所以我們不用再稱呼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 -他現在已經不是了 -還有就是如果你說他用很多的手段去控制香港的金融企業 -這個這樣做的好 -對他們的好處 -就是他們牢牢掌握了錢 -但是我們從自由世界念書 -我們從香港從小接受英國人的教育 -就知道市場是一定需要自由的 -錢不自由 -資金不自由的時候 -他不可能把香港的金融搞好 -如果香港的金融搞不好的話 -中國的經濟也不會好 -現在中國面對很大的經濟問題 -其實說坦白就是幾萬億 -傳聖時期的香港幾萬億算什麼 -他把香港搞趴了 -他把香港的民主民傳人權拿走了 -香港就不是香港 -香港就在不賺錢了 -這個真正用他們的話 -就是搬起石頭抓自己的腳 -是他們很笨的行為 -就是我發現一個數據蠻好玩的 -就是宋宗之後國安法之後 -23條法之後 -越來越多港人就是離開香港 -對 -照理來說香港人口的數據應該是要往下降 -但事實上中共官方公布了香港人口還在增長 -這個分兩個層面來說 -最表面的層面就是 -他們把很多的中國人輸往香港 -然後他輸往香港的過程 -其實10年前也有相關的規矩 -10年前是每一天150個大陸人會去香港 -香港人跟大陸人結婚 -還有他們的其他什麼優才計劃的來港的人 -這是150個 -但是現在他多了很多不同的優才計劃之類的東西 -每一天都不止150個了 -所以你從人口數據上 -會看到香港的人口好像沒有瘋狂往下掉 -因為他輸了很多大陸人過來 -這是第一個層面 -還有第二個層面 -就是其實離開的人 -給大家想像兇的大很多很多很多 -因為我在香港以前當議員的 -我會接觸的很多香港人 -其實很多香港人也有三重國子 -很多香港本來就有英國國子 -很多香港就有加拿大美國國子 -所以這些人他要離開香港 -他不需要辦一個叫移民 -不需要移民根本 -至少有一百幾十萬的香港人 -根本沒有需要辦一個移民的手續 -他本來就有第二個國家的護照 -是香港政府的訪言 -英國有公布了BNO5加1 -去了英國的簽證 -這是十多二十萬而已 -這是錯破天掌 -這是二十萬 -這是他的說法 -其實對我來說 -這個不是真相 -真相是很多香港人本來就有外國國子 -然後他就離開了香港 -這次數據在他眼中不算移民 -所以香港的人口 -是進了很多的大陸人進來 -才緩衝了下跌的幅度 -像你剛剛觀察的這些 -就是在所謂的香港回歸中國之後 -然後中國就是開始所謂的洗血統 -輸入大量的人口 -那按理來說 -雖然香港沒有民主 -但香港有自由 -有相對的經濟發展 -相比所謂的大陸來說 -那為什麼這些人來之後 -是看不到香港的好 -要去保護香港的好 -反而站在中共的立場 -站在小粉紅的立場 -說我要愛黨愛國 -我要把香港弄得跟大陸 -所謂的內陸省份一樣糾 -因為他們出發的利益 -他本來就是大陸來香港 -然後在香港不管他經商也好 -他在香港生活也好 -他們總會覺得他的老家在大陸 -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-如果你在香港搞生意之類的東西 -問題了 -因為香港以前力量是很大的 -如果你在香港經商 -你把你的生意搞得很厲害了 -就是有歸屋了 -大陸的官員會更加看待你 -為什麼就是有一些民主派的議員 -在香港當了議員 -其實在台灣我會看到 -就是有些人當了議員 -當了民意代表 -然後就會受到中共的肉帶 -就是在大陸當什麼政協啊 -政協委員啊 -這是在大陸有什麼用呢 -你會在大陸會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利益 -比方說就是你去大陸的酒吧 -跟人打架 -警察來不會抓你 -真的覺得你有收編的價值 -你在大陸是很網友非常多的特權 -所以很多就是過往大家聽的很多 -不管香港台灣 -很多議員過去就是會變成他們的人 -很多政治人物過去就會變成他們的人 -這是整個原因 -那最後有什麼話想要跟觀眾朋友說的嗎 -來跟台灣人說就是 -不管中共說什麼都不要相信他 -因為他要說服你的時候 -他會說得很好聽 -當年他要統戰香港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-哪時候我還沒有出生 -中英聯合聲明 -他說50年不變 -香港人用自己的方式生活 -中國不會管那麼多 -現在看回來 -當年鄧小平說的哪一條做到 -不管現在中共對台灣人說的多好聽 -你都不要管他 -所有的承諾不會兌現的都是謊言 -好謝謝 -好的謝謝你 -今天我們站在一起 -不只是紀念過去的奮鬥 -更是保留了未來的火苗 -傳承這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記憶 -是香港人不願意提起這段傷痛 -還是他們不能在香港提起這件事情的 -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-讓自由的火焰永不熄滅 -希望香港人民有一天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 -自己的土地上大大方方的紀念 -曾經香港人為香港這片土地爭取了善茂 -希望陽光可以普照在香港的土地上 -讓那些曾經為了香港民主自由奉獻犧牲的人們 -可以得到安息 -告訴他們香港人現在過得很好 -沒有一個中共政府及港共政府破壞物 -這場活動在下午4點多結束了 -在集會結束之後呢 -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-這個時間是來得多麼剛好 -但是我們心中的火苗 -保持著自由的心 -反抗的心 -不會熄滅